发弹幕收钱 一条弹幕一块钱 这个主意还不错啊 这个创收的幅度应该会变大 科技不无聊那也来出槽 一周一度咱们来看一看本周发生的那些好玩的事 如果觉得主播说的有意思 可以把哈哈打在弹幕上 如果觉得主播瞎编完全不好玩 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 我们下面开始 那本周呢 对此的吐槽的应该还是小米 咱们一起来看看小米这周发生了哪些事呢 小米12S Ultra毫无疑问 是最近几周大家非常关注的一台热点机型 关于它的争论也是很多的 来吧同学们 帮大家一下啊 你们觉得小米12S Ultra 它这回冲击高端成了吗 觉得成了打个1 觉得没成 打个半 看一下同学弹幕 那根据外媒报料以及统计呢 小米12S Ultra的硬件成本 高达3500元左右 这个硬件成本实话实说不算低 还有人说不对啊 这个小米12S Ultra 它不是5999 你3486 好像雷军当年说过什么利润不超5% 你这利润都多少了 但是呢 这个咱再说一下啊 这是硬件成本 你得考虑仓储了 设计了 还有米右 米歪是 米歪不用 这边呢是由Counterpoint所带来的详细的硬件分析 也就是所谓的BOM成本 从主板内存 音频 显示 以及摄像头 等等等等 那这个成本说实话不低 甚至呢 相对于iPhone系列都要高出不少 当然啊 这里边人可能还是要说你这个高端机 你不能老跟人家说成本 没准呢 这也是一种新的高端方式 我们是有着高性价比的高端机 好 那除了硬件之外啊 当然还有米歪 来问大家一下啊 我们举个例子啊 假如说 小米手机的硬件 它值100块 那么你觉得米歪这个系统 它值多少钱呢 看一下同学弹幕 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你比如说你买了一台iPhone 那实际上呢 你有很大一部分钱 是花在iOS系统上的 同样你买了一台小米 那么你有相当一部分的钱 是花在米歪上面 说这个什么意思啊 现在呢 我们看到国外 已经有媒体爆料出来 米歪下一代 也就是米歪14 已经建在弦上 正在内部测试 来看一下 这是由小米歪网站 所带来的这样一个爆料信息 也就是说 在米歪14开发版的系统代码当中 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字符 比如 注意啊 这个不是牛的意思 这是女娲的意思 女娲补天 是什么意思呢 你自己理解一下 对于米歪14来说 如果真的能够达到 女娲补天的效果 那还真的是挺有效果的 关于米歪12S Ultra这个产品 我们刚才看到 很多同学弹幕表示 它冲击高端程了 但我觉得它不能光凭嘴说 还是得看一看数据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各大电商平台 看一下12S Ultra的销售页面 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很多平台都取消了24期免息分期 改为直接付款购买 熟悉购买规则 同学应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就一个那是不愁卖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要看这个的话 冲击高端还真是可以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好了那么刚才说的都是好消息 但是这个好的消息中间 还有一些不那么和谐的消息 是什么呢 最近还是有不少海外的用户 给我们留言 说祖哥有没有什么消息 这个小米12S Ultra什么时候 在海外受败呢 我这个还挺意外的 我说没在海外卖吗 还是说稍微晚一点 因为以前大家回忆一下 这个之前小米的产品 也是在海外有布局的 好像销量虽然不说都不好 但是也还可以 仔细一看还真不是这样 那么多家网站来报道 小米12S Ultra是国内独享 如果你从海外代购 要额外多花1000块钱 才可以 那这边是雷军给出的一个 准确的官方消息 这一代Ultra只在中国卖 下一代一定在全球销售 看到这个消息 我有点惊讶了 来问大家一下 你猜为什么本次小米12S Ultra 它只在国内卖呢 看一下同学们弹幕 弹幕上那些都是你们说的 我可没说 你可别瞎点 这个虽然没在国外卖 但是很有意思 在海外的博主 视频媒体这边 这个你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测试机 我估计应该不是这些海外博主自己买的 应该还是小米的这个宣传部门 游递过去的 这拨放量不低 大家看到都是数百万次的播报 馋死你 这个咋说呢 这应该说 这个对莱卡在全球范围的认知 这还是很高的 海外用户呢 想买这个产品 这也是真实的 那买也确实是买不着 这也确实是实事 现在你看 这个海外代购得多花一千块钱 我自己觉得 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为此呢 我提议海外的小伙伴们 如果想买啊 你可以找我 我给你代购啊 这个不少的这个这个这个 国外消费者表示 为什么没用 没没没没没问题 我可以给你代购 而且我 大家知道啊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啊 我这个人是非常良心的 来看到这个价格 小米3SR的啊 官方售价5999元 海外代购多收你们一千 这一点也不地道 我啊 我也代购 但是我不多收你一分钱 官方卖多少钱 主播我就卖你多少钱 官方价格啊 5999美元 对吧 我绝对不带多收你一分钱的 官方卖这些钱 我就卖这些钱 5999美元 我还包邮 怎么样 觉得主播良心的 可以代购六 欢迎海外的全球小伙伴 来找我们代购 都没问题 一分钱不挣你 让你感受到我 和其他黄牛的不一样 有的人说 这个海外还有消费税 税我也给你包了 怎么样 什么叫大气 让你们老笑话我 这个数学不好 我看谁还敢说我 但是 但是 我自己觉得啊 小米呢 还是应该考虑 进军海外市场啊 不管是什么原因 海外市场是不能放松的 刚才他们说了 你看各大电商平台 这个销量都不错 在京东销量 它就不错 那你什么时候 在东京的销量也上来了 那才是真正 冲击高端 冲击城了 对不对 当然了你可能担心 现在夏天啊 东京那边比较热 但是呢 这本次销龙芯片 它也没那么热了 对不对 还是可以考虑 进军海外市场了 正在看咱们节目的 小米的小伙伴啊 把这个事儿 跟雷总反映一下 海外市场等待着你 不好意思 我可以去代购吗 下一个 克里斯艾文斯 美国队长啊 这个场景 大家都非常熟了 上两期节目 咱们也详细报道了 这哥们非常的念旧 用iPhone6用了好几年 也一直不换 这个前两天啊 他终于下定决心 换最新的iPhone 他换机之时啊 全球范围内 还引起了热闹 数百万的点赞 把这个老的iPhone6的机器的 内容换到新的上面来 当时咱们还说了啊 我说这个 美国队长有可能会后悔 为什么呢 你仔细看 就这张图 对吧 我猜他可能会后悔啊 没想到呢 他后悔的非常快 但是呢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 是因为太沉了 美国队长呢 在参加一档节目的时候表示啊 你看 当我在使用iPhone13的时候 我用小手指啊 要挡着这个手机 99只呢 这太重了 就是我这里都有 各出一条线来了 这个旁边的女演员说 也是呢 我这也有啊 咱俩都有一个线 你这是细红线的主题是 那你说这个事儿是咋说呢 我觉得啊 这可能美国队长 确实是没见过世面 你还没见过iPhone13 Pro Max呢 你还没套壳呢 这套壳你更拿不起来 而且呢 咱们要考虑一个事儿啊 以前咱们一直不知道 这个苹果到底多沉 现在我觉得有美国队长 现身说法 咱们应该了解这个事儿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要知道这个美国队长 当时啊 他可是拿起了雷神之锤的人 雷神之锤呢 不是一般人拿起来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他拿的姿势不对 他不应该这么拿 他应该这么拿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所有正在使用iPhone的用户 不用怕这些美国超级英雄 是吧 他们拿不起来的 大家拿都挺轻松的 我不管拿这个 我还能拿着充电板呢 我还 来问大家一下吧 就是你们用的手机 戴手机壳了吗 戴手机壳总为打个1 罗奔总为打个2 看一下同学们弹幕 裹半斤 绝非浪得虚名 前几天我们私下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 还有这个国外影迷 跟我在这儿讨论 说不对不对 主哥你说的不对 美国队长 人家是左手有劲 罗奔人左手有盾牌 他右手不用 所以他右手没劲 我说你说的都对 你说的都对 我估计他后边害得后悔 是吧 你看这是几个事儿了 第一个吐槽电池 第二个吐槽手机尘 这还没到信号了 你别着急 下期节目咱们继续 本周最大的槽点 其实是这个 这个优酷啊 投屏收费 重点是优酷买了会员之后 投屏还收费 如果你想把你看的这个视频 要投到电视上去的话 你还得单独花一份钱 这个事儿出来之后 大家就很生气 咋说呢 反正网上也发生了一些辩论 首先咱可以明确 你说投屏 就连iPhone它都有投屏 咱就随便拿一台手机 都有投屏 这投屏也不是你们视频网站研发的 这不是手机企业研发的 那这也收费吗 那我觉得这个手机企业还挺冤的 手机企业好像没对这个功能收费 这投屏它也不是视频软件的 我在这评论 还有同学跟我聊的 跟我讨论的 那你投屏这个内容 是人家视频网站的 那你给人钱不是很平当的吗 问题是 这个内容我已经付费买了 同学 我不是没花钱 我说花钱了 我已经是会员了 那我要把它投到我的电视上看 这我还得额外花钱吗 我 同学 当然了有同学聊的说 现在视频网站不容易 为啥呢 那你说视频网站天天都亏钱 那些版权的 电视剧版权都是天价 一个比一个贵 你以为谁家都像乐视 我们哪有那些版权的 这狗言残喘的 活得现在就不错了 大家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们就想多穿点手 本来我还想可怜可怜他 但是当我们把新闻网前翻一个月 你会发现就在上个月 各大视频网站刚刚涨完价 从15元一个月 变成了25元一个月 这才几天呢 投评也收费了 这不是我不可怜你吗 你这每个月都玩新画样 月月不宠样 来吧大家同学们 反正刚才给我编论这些同学 我觉得你们也说的也对 大家觉得咱们给这个视频网站 想一想招 想想办法 咱们要涨价 那除了投评收费之外 还有什么收钱的好办法呢 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 来吧各大视频网站的策划运营 来我们给你出出招 大家有什么办法 能更巧妙的收钱 有同学表示 发弹幕收钱 一条弹幕一块钱 这个主意还不错 这个创收的幅度应该会比较大 很多同学就习惯看弹幕 还有同学说 我不想看弹幕 我这儿关了 那不行 去掉弹幕 关掉一条弹幕 再收一块钱 你看到边 还有什么 可以把这个女主角这半边挡上 解锁女主只需五元 再把男主角这边挡上 解锁男主 也需要五块钱就可以了 这可以 这个办法不错 这第二个办法也不错 他就说 咱们要良心一点 打开软件 咱们不要收费 打开软件 咱们就看视频 但是你要想关闭软件 那得收费 对吧 尤其是上班时间 打开软件 你的电视机哗 就开始发声音 老板来了 您先出费 扫码付费10元 就可以关闭到后台 怎么样 什么叫开源节流 各大视频网站的运营策划 你们早点来看我们的直播 至于现在这样 怨声载道的吗 还有同学说 这个倍速收费 咱们不要这么搞 你比如说 有一同学 他就喜欢快点看 有一同学 他就想拖着看 想1.5倍速看 咱们不要这样 咱们不要加速收费 咱们元速收费 对吧 开始就一倍速的付费 0.5倍速的免费 你看 这个付费率 肯定会大大的提高 行了 来吧 各大网站的测换们 学会的同学可以打个六 我们这个不是免费说的 我们这些建议不想的 这个建议我得 我得损上这些建议 哎呀 咋说呢 反正我这优惠会员呢 还是之前天班八八会员送的 我这天班八八会员到期之后 还打不打算再送呢 到时候再看吧 他要再送我就再用 他要不送我就不用了 好了 大家把这个笑容都收一收 咱们严肃一点 咋说呢 这一年啊 咱们国内好不容易啊 培养出了大家付费 看正版内容的习惯 很多正版战士 真的是花了自己的真金白银 去支持我们自己国产的内容 真的不希望一些额外的内容 让我们很抱歉 您是正版的受害者 希望各大视频网站吧 能够想出一条 让内容创作者 以及观众都双赢的方案 刚才我说的这些 你们可得往心里去 不是 你们别往心里去 是吧 本周关于iPhone14 没什么新消息 还是这个外观 来吧 正在看咱们节目的同学 你觉得已经习惯了 打个1 觉得不可能习惯打1 看一下同学的弹幕 距离iPhone14的上市 越来越近了 这个外观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外观 我的印象里边 好像上一次看这个外观 这个碳号还没这么粗的 这怎么越来越粗了呢 愁合我了 那关于这周 它就没什么新消息吗 还真的有 因为在这周里面 发布了不少的iOS 以及iPadOS的测试版本 在这测试版本当中 更多的测试人员 发现了一些代码上的变化 是什么呢 就是在原本刘海 两侧显示的区域 大家看到这一侧 显示的区域是电池 WiFi和网络信号 这是刘海 那么这些开发人员 在对照了最新的iOS16版本 以及可能的iPhone14的外观之后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刘海变成碳号之后 在右侧所显示的信息 仍旧是这些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原来刘海 遮挡了这些 所以被迫 我们只能显示这些 更多的信息 你需要下滑 才能看到 那么在变成了碳号屏幕之后 也就是说 整个的屏幕增加了 大量的可视面积 你看这么大的可视面积 这都是可视面积 这马里亚大海高的水平士 增加了这么多面积之后 感觉就是显示这些 是吧 不会增加更多的显示信息 就是视觉统一了 是吧 视觉统一了 当然即便如此的 现在还是有很多同学 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最近还有人给我发信聊 说主播 你看的不对吧 为什么我看到的信息 它是没有刘海 没有挖孔 是屏下摄像头 是吧 我说那你 你看的这是不是渲染图 是不是iPhone15 16 17 18 19 20 他说不是就是iPhone 就是今年要发布的iPhone14 主播 咱俩打赌 就是这个 我相信苹果一定会给我带来 这么高的一个颜值的 大家觉得这个是真实的吗 觉得是真实打一个一 觉得不可能 觉得这不可能打一个二 看一下同弹幕 我觉得这个图 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 但是 它可能拿到了 实际是这个样子 这样是不是就合理了许多 那我要向这位同学道歉 对不起 你看的这张图 它就是真实的 但是呢 你可能是拿到了 我觉得这一代的iPhone15 它就是这个外观 没有问题 而且我现在就给你实现了 好 来问大家一下 全球最大的光刻机生产厂商 或者提供商 大家知道是谁 可以打赞目上 目前来说光刻机啊 确实是咱们国家在芯片产业上面 一个没办法跨过去的坑 就是你必须把这个事解决了 才有可能呢 去让自己的这个 整个的产业链呢 获得一个比较巨大的提升 大家知道是哪家厂商 在全球范围内 有着极强的实力 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 没错 就是来自于荷兰的阿斯麦 它是全球顶尖的光刻机的提供商 不仅如此啊 不是光生产光刻机啊 它还是技术提供商 实力确实是非常的强 但是大家需要知道 阿斯麦呢 和美国是有着非常深入的联系的 那么过去这两年的时间 美方呢 一直在给阿斯麦压力 要求他封锁对于中国光刻机技术的提供 这个新闻都已经多次报道了 咱就不再过多赘述了 那么最近的话呢 这个美方对于阿斯麦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那阿斯麦的高层呢 他也发布了自家的一个声明 阿斯麦的高管表示啊 中国大陆是半导体产业重要的参与者 如果我们停止给中国大陆供应设备 将会使全球的供应链呢 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波动 你觉得为什么阿斯麦的高管会这么说 为什么他不想听美国的话 他想给中国来供这个技术 为什么大家可以打在大拨上 这事是这样的 如果你关注了过去这些年 咱们国内这高科技企业和全球巨头 打交道的经历 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很多国外垄断的技术 如果他有一天突然想要主动卖给你的时候 他通常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国家这方面的技术快要成熟了 我可没具体说是啥 大家再回忆一下 之前很多的一些大型机械了 咱们自己造不了的时候 人家在垄断 一台大型机械上千万 后来咱们国内开始研发了 逐渐开始做一部分的时候 人家那个机器突然就降到20万 不限量供给你们国家 你们中国的企业可千万不能造这个 我们可害怕 你们可千万不能造 我求求你吧 大家能不能明白我所说的意思 我们再举个例子 大家回忆一下 智能手环刚刚开始面试的时候 那是在2014年 8年前 这个时候全球第一批巨头 名字叫做Feedbit 一个手环售价是1999元 两年之后 国内厂商开始批量生产手环 小米手环1999元 听懂主播说的是啥意思了 可以打一波溜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阿斯麦的高管 他也不傻 我们再重新看一遍这句话 阿斯麦的高管对美国说 中国大陆是半导体产业重要的参与者 停止供应 将使整个供应链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们要给中国继续提供光刻机技术 阿斯麦的高管就是意思就是 就是大哥 大哥 咱现在这能卖呢 得赶紧卖 等他搞起来了 他就卖不了了 你能不能明白大哥 要说全球科技巨头当中 最具争议的人物是谁 毫无疑问的就是 埃隆马斯克 这一周里边 他又不上两次热搜 都感觉奇怪 埃隆马斯克的话 确实过去这几年 是没少吃过它 而且是成绩废然 不管是实业 就是造实铁 还是虚拟 就是加密货币 都是玩的风生水起 马斯克经常是一句话 让整个加密货币行业震散震 之前的马斯克在虚拟货币市场呼风欢雨 很多时候他在推特上说一句话 整个加密货币就 或者 分分钟几百亿上下 真的不是开玩笑 那么之前就有不少在炒币的用户 亏了之后 疯狂吐槽马斯克 或者甚至起诉马斯克 说这个马斯克 涉嫌操动加密货币 你咋不上天的你 是吧你上天的你 马斯克表示 我真上天的 本周马斯克宣称 已将自己的大脑上传到了云端 而且和自己的虚拟大脑进行了交谈 来问大家一下 你觉得这事是真的吗 觉得是真的打个1 觉得不可能 觉得也不可能打一个2 看一下同型的弹幕 首先咱们笑说 马斯克确实是在搞脑机接口 而且在前一段时间 也曾召开过发布会 当时是用猴子 还有猪的大脑 来进行实验 就是对于脑机接口 进行一定的反馈 不过从目前 给出公开的这些效果来看 它更多的还是一个 非常早期起问的阶段 也就是说 这些技术距离真正实现 恐怕还早 但是它不排除 它真能造得出来 毕竟若干年前 马斯克说 它要上火星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它在开玩笑 大忽悠 但是你看它现在 闹出了这么多的星辕卫星 谁能说它下一步 会弄不成的 现在脑机接口也是如此 所以咱们宁可信其有 也不可信其有 咱们来分析分析 马斯克 现在已经在云上了 那是不是就要成为 马云 不是 这什么玩意儿 那么马斯克 等于是把自己的大脑 存在云端 某种意义上说 应该是把自己的思维 存在云端 云端是啥 那肯定是有一个存储空间 也就是云盘嘛 那你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它存在了 百度云盘的话 会发生什么效果呢 百度表示 该内容存在为规 百度表示 您存储的内容 不能超过八秒 知道这个杆子 可能都已经有函子了 是不是 怕什么 非常抱歉 本视频都能用于 一下原因 搞成无法整个播放 见过这个画面 同样打个1 从来被见过打一个2 看一下头一本弹幕 马斯克有一天 打开自己网上的脑袋 想聊聊天 咦 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此时那些被马斯克 在炒币的时候 割韭菜的用户表示 我们并不关心 他的大脑 怎么船上云端 我们只关心 怎么删除本地备份 科技不了 那也来吐槽 想看到我们 疯狂吐槽各大厂商 关注一下我们 下周再见 当然如果你想让 给我们点个赞 你投个币也行啊 不要走啊 不要走啊 感谢大家 来看我们的厨操 我们下周再见吧 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 多赚money 天天都能休息 每天还有花不完的 法定货币 感谢大家的点赞 这是谁掉的硬币啊 给大佬们磕头了 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 来了一条短信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好 我是马斯克 我困在网盘当中了 真实世界里的马斯克 是假的 是克隆的 你现在给我转100元 等我找回自己的身体 就把特斯拉送给你 大家觉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觉得是真的打个1 觉得是假的 可以把圆轴绿后 15位打在弹幕上